你自己的肩膀 姓名 呃 宋亚轩 年龄 还是妈妈肚子里 身高 我来个88 直接一个督母狼马 体重 66吨 夹在哪个指时候 可以夹在大拇指吗 开吧 73 75 76 79了 80了怎么回事 85了 90了 好帅啊这个这个可以送我了 车完了可以送我了 可以 吓死我了我以为是公斤呢 这 坏了吧 120 我怎么可能这么轻啊 平时我都是130 60.2 不对 我 站上去了啊 我这么轻吗 DMI 18.7 1359 签卡每日 27% 身体年龄22 好年轻啊 这个年龄段的人一定很年轻 这波我打5分 爆发力那必然5分 爆发这么快 是 柔韧性 说实话吧 说实话 0分 看我刚刚 嗯 我都顾不到 1分吧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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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2分 团队协作呢肯定很很强的呀 团队协作直接来一个 直接来一个10分 5分 看长连运动 打瞌睡 乒乓球 足球 象棋算吧 滑板 哎长跑我也可以 做尖指甲算运动 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 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 我上次往张志远身上一拍 只想拍拍他 然后突然拍摄了一只蚊子 可以吗 发球之前 你不是说说你的笑对了吗 笑对的 笑对的都成为他们在笑饼了 乒乓球 霸场十轮 这两个人 不擅长的运动 能多了 游泳 请教我 潜水战时候 深水就 隔屁 高尔夫球 扔扔千球 打篮球 还有什么 收麦子 游泳的话 把水抽干一点 比身购钱就多了 篮球 联系五次上篮 挺厉害的 你知道刘耀文跟混军人怎么防我的吗 放大水 放大水 收麦子我觉得 刀再快一点就说的更快了 又猜又耳玩 对山长 蝶泳挖泳 自由泳 双结棍石游泳 收麦子是游泳 世界杯 平方球 网球 羽毛球 羽毛球 100米 我觉得100米是 史上最刺激的项目 在我看来 在我看来 不是跟大家说的 个人观点 最喜欢的运动员 苏炳天 苏炳天 刘诗文 陈梦 许鑫 马龙 林丹 还有他的老对手 李宗伟 苏一鸣 MVP 肯定是我呀 自信是我的额外buff 张哥吧 没有理由 别是他心 我相信他 黑马 那是要选一个 有有悬念的 张哥肯定没有悬念 选 贺俊林吧 我觉得他是 能够 给我们惊喜的那种 运动员 他就是大黑马 贺俊林 下次是本次吗 有足球吗 这次 那下次加个足球位 再加个排球 我 乒乓比 olare 阿 我知道一个运动员 没人比较过我 戴一新眼镜 相扑 空中配人 球龙摩托车 你没看过吗 一个笼子里摩托车这样 转转转车 我认识考虑了这问题 那算了 是宋亚轩 我现在要展示的是我的一天 上起床啊 早晨起床 7点15了 6的一天又开始了 稍等一下 刷牙都在练避 然后 中午12点 做200个俯卧撑 这里加速一下 然后 晚上6点 吃吃饭蹲马步 然后再做个睡前小运动 就吃饭蹲马步 好重啊 好重啊 这就是我的一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